水利大官活电枪对1934年 开用到建栅已经超过80年了 其中大官一枪的建设以及作水利活电设计 也都是对当年员成至今 80年以来,在在电枪广江的用心为科技下 经过战争、第一年有关是保持正常的援助 在这项一段谈水利活电建制力条 也已经被冰孙之台湾十大头目数借 為在水利鄉的台電公司台館發電槍 機長的台館一槍 已經有1934年 開始運轉到達 無論是掛在山邊的壓力鋼管 要是水利發電設施 就算已經使用了超過80年 公寧有關是相當健全 它這個壓力鋼管歷經了80多年 那我們都沒有換過 只有表面上一些油漆的重新漆過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它每一個鋼管的一個節點的結合處 都是用鉋釘來定製的 那這是在日據時代 它就這樣子的施工方法 把民國O23連運轉到現在 那我們就是由日月潭的水 引日月潭的水來發電 就是利用水的衛能變成動能 然後轉機械能再轉電能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五部水燃機 幾乎360天都在運轉 那除了我們的內檢跟外檢停機以外 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可以發電 過期的台灣發電槍 在冬年後千時全東南亞 發電量最大的電槍 電力可以支持全台用電 它自過期才是重要的一個風景地 超過80年的水利發電力點 要讓台灣一槍 比平山為台灣十大土部輸出 它最主要就是說 當初在做這個水利的時候 在台灣發展的初期 在大觀這一邊 它當初就是農業轉工業的時候 它提供台灣70%的用電 等於說我們台灣從農業轉成工業 它在電力的需求上 占了很大的一個貢獻跟注意 水利鄉因為關鍵路柴的地形很豐富 搭配提供一些淡水 因此建造了很多水利發電槍 不擔心為水利的在地地 第四個月 未來也總是豐富有一個 外分數觀光景點 記者 給我們散散步